各位觀眾,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古壇事件》 我是主持梁君宇 在我身邊有蕭穎青先生 和司機金基金經理李浩德 兩位在開始節目之前,都要說少少資訊給大家聽 今集是第100集的《古壇事件》 大家做了兩年多的節目 有甚麼感覺呢? 最初的時候,都是嘗試一下 其實法國的反應越來越好 初初我們沒有預期,一個節目多的時候 有超過十萬人收睇 積累好像有超過二十萬人 屬於比我想像中好 透過這個節目浩德 亦與市場人士,與一般投資者的接觸機會多了 最後,還自己交直播 我相信投資者,因而對買基金和基金經理距離近了 所以,我們生意都好了 人們對你了解,便願意投資多一點 當然,前一個階段,我們看好市又看好 市又看好市又看好,所以就好像 密博比較吻合 最近的市場調整 市當然會調整 問題是 調整的時候,我們是適應得好嗎? 你以前看好市,當然是持有重貨 跌的時候,亦都比較重貨 應該是 多多少少都 捱了一兩棍 很傷的 問題就是調整完之後 後市可否再把握機會 這兩年有甚麼變化呢? 第一,要多謝各位觀眾對我們的支持 很多朋友,好像每一集都有看 大家的支持,就對詩先生,對我們或David 大家的功夫的一種肯定 我希望,未來就不止有100集 還有200集和300集就更加好 當然,我們都調整好節目的質素 最重要是,希望觀眾看完我們的節目,真的有得著 其實過去,有觀眾在Youtube留言 今集之後,我們歡迎大家 對我們100集有甚麼意見 或者想未來我們拍攝時有甚麼焦點 不妨在今集的Youtube留言 我們再參考,可能微調一下我們的節目 我們說回市場 剛才私收提到 早前我們的脈搏跟市場相對貼緊 近來市場相對比較差 甚至波動地向差 我先問浩德 今天錄影是星期五 其實都跌了七百點六百點 都跌了七百點六百點 會不會對大市之前的反應 會否轉一轉的看法 我自己覺得,這兩三個禮拜 其實不單止港股 美股、A股 調整幅度都很大 甚至乎這兩天 大家開始會聽到媒體說 一個所謂技術性的熊市 通常我們說,由高位回調超過兩成 就是一個技術性的熊市 例如美國的Emergentech 科技股、跟蹤契媽的ALK 這些股票,跌幅隨時是兩至四成以上 A股的回討都很厲害 例如深圳創業版 今年已經開始見紅倒跌 港股已經叫做比較好 港股恒生指數 暫時應該是全卻來講,可以做得比較好 即使有一個回調下 今天我們錄影,還有大約7%的進漲 唯一跟得住我們,應該是台灣 大部份市場都回討今年波幅 每回覆今年的升幅 所以這兩三星期的形勢,變化了很多 先生,有甚麼看法呢 其實之前,有些科技股升得急了 升得跟實際價值,甚至將來的高速增長 預期下,我認為不應該去到這些高位 當它有偏高的水位存在的時候 社會上一定是有一群投資者 大鱷,是找機會在那裡找游泳 之前,有些意識到 我們開始介紹匯豐時,科技股可能升過龍 但當時有轉,轉得不夠大刀破斧 其實我自己看,為何他們有機會在這個時候 衝進來咬一彈呢 其實是出現了兩個比較大的客觀形勢的改變 其實第一個改變就是,特朗普下台 拜登上台 他們的政策,是有明顯的差異的 如果不是,都不會一個總統的改變 都搞到要衝入白宮,搞到暴動 他們是有明顯的差異的 另一個就是,疫苗開始廣泛接種 亦都對經濟環境有明顯的差異 人家要進來咬一彈,都要很多環境配合 所以有些人說,技術性而已 基本因素沒有關係 通常都要基本因素,讓它配合 它才可以產生新的因素 第一個本身偏高了 第二個就是,客觀環境 拜登上台,以前行的那套可能變了 另外,疫情得到舒緩,亦都會變 兩個大的客觀因素改變 令到股票的改變成為可能 股價的改變,就是因為偏高的時候 它便有機會調整下來 但是,你說是不是現在的市場 會轉變成熊市呢 我就認為,未夠 因為美國經濟都未曾好 歐洲還差一點 你認為是否會變成熊市呢 我說,這次跌下來 試一次比較大的調整 上升過程中,升得快了 調整下來,打好基礎再上 所以我認為,由一開始 我說,牛市都與客觀基礎不吻合 經濟當時,是走下坡的 經濟走下坡,股市都升 所以,不是完全因為經濟好而升 而是因為政府要救市 救市最先不益的是 資產市場、股票市場 這種情況 仍是需要的 美國仍是要救市 政府在出手的時候 股市變成大紅市 它做甚麼都沒有用 所以我認為,股價相對合理化之後 股市要上升 不會變成轉頭向下 當然,這樣還不叫向下? 你說跌了兩成 但是,總趨勢,我覺得仍是要好 只不過是一次調整,比較深度的調整 施先生認為是調整 美國情況似乎複雜一點 因為政府繼續救市 但市場利率開始向上 有人擔心,美國的救市政策會出現一些變化 我們過去幾集都討論過債息影響 你認為現在市場仍然是主要反映債息風險? 我自己覺得,在去年疫情差的時間 剛才先生提到,放水 令很多油資在資產市場上高 令價格向上 隨著疫情消息,慢慢受控 有疫苗之後 今年本身預計有經濟復甦 有經濟復甦的時間 價錢就會加稅,有通脹預期 一開始的成因是這樣的 亦引發了債息向上 現在大家經常看媒體都見到 10年息、30年息,慢慢開始加 去到2月份,其實加得比較急 所以單單2月份 10年美國債息,升到差不多1.5厘 一個月之內,就加了半厘 令市場,有兩個 第一個,升勢比較急 大家比較擔心 第二,如果看美國的實際利率 其實在2月份,尤其是30年間債息,就由負變正 令市場的心理,突然變得很謹慎 再加上10年債息升過1.5厘 相對於美國的股市的息率 等等這些原因,令大家有一個比較大的擔憂 剛才阿施先生說的,股值的問題 其實股值的問題,我們就說了很多個月 由去年一直放水的時間 聯儲局的資產負責表打,由3萬多億 打到7萬多億的時間 錢衝出來,大家都發覺股值是貴的 不過,之前每次,大家短暫地擔心,就消散了 不過今次,大家似乎擔心得比較深 我自己覺得,為何對利息會擔心多了 原本聯儲局說到2023年 都不加息 我剛才說兩件事,例如拜登的上台 疫情的開始受控 對經濟轉好的期望是增加的 當大家覺得經濟可以轉好的時候 對低息的依賴可以減少 一方面,不需要再靠聯儲局按低息 去引導資金進入市場 另一方面,經濟改善 本身是增加需求 令到墨價可能上升,有通脹 息口亦都會上升 大家覺得,對低息的依賴減少 低息的環境亦都在改變 所以現在有另一種說法,就是市場想逼聯儲局改變政策 如果聯儲局因此而不再堅持,到2023年都不加息 這個消息一出來,我怕對股市的衝擊會更加大 因為聯儲局的取態改變,會持續及影響大很多 現在市場逼聯儲局轉變 聯儲局需要低息的環境,不是一個簡單的考慮 它是考慮到美國整體利益和經濟環境 這一刻是否有機會改變 現在不可以肯定,但都要密切留意 其實上星期,鮑威爾,聯儲局的主席 都有出來做過聽證會,安撫市場 重申一下,美國亦沒有打算收水 亦是怎樣長遠來說,解決水太多問題 他都覺得,應該是長遠去解決 他希望安撫市場 不是當前主要矛盾所在 放水出來,全世界都在做 我的目標都未達到,你叫我現在收水 如果現在收水產生的,對經濟的破壞力就會很大 剛才施生提及,市場盜逼聯儲局的行動 其實過往都有實際例子 如果大家記得,在2018年的時間 美國聯儲局希望收水,市場希望繼續放水 聯儲局投降了,最後都是放水 今次市場覺得要收水,但聯儲局想繼續放水 我傾向,聯儲局維持一個比較寬鬆的態度 兩次都是贊成放水那邊贏 如果市場短線一點,從市場來說 因為這段時間,某程度的息口升得這麼急 都是因為市場有投機的行為 即是長債,這段時間被很多對沖基金 蜂擁地沽空 令到不停拋售債券,令到債息向上 如果市場利息這麼高 不單止聯儲局有壓力 甚至白宮或美國企業都有壓力 如果大家看看 過去幾年,美國這樣放水 第一,白宮的財政部 洗銀子全部都是發債的 息口低,容易維持 現在的息口高,對白宮的開支很高 第二,美國企業過去幾年 股價向上,因為他們發債 去回購股票 現在的利息越來越高 對美國企業,都有一個挑戰 所以,不單止聯儲局 白宮,甚至美國企業 看到現在這樣的情況 都應該有很大的壓力,需要處理一下 兩位都認為 暫時聯儲局改變策略方向 機會是微一點 但會不會出現一個情況 利息真的繼續上升 可能有人沽空,或經濟繼續向好 令到息口升到一個情況 大家都預計不到,股市會繼續調整 這個風險會不會真的存在 我之前都提及過,聯儲局 一提及到2023年 是一個不算很聰明的做法 因為你沒理由說死 今長時間內,你都說不加息 但今長時間內,形勢會出現不同的演變 你不說死,你還可以到時出口術 變調 現在你說死了,你無法動作 所以,如果你說得太死 是比市場投機者有機可乘的 所以,不排除在某些日子 聯儲局被迫收回成名 當然是大件事 可能市場有加息需要 我覺得不可以排除 浩德擔心風險嗎 我是非常擔心 如果利息急速向上 現在大家都見到,對整個金融市場的震撼都很高 我想現在暫時,大家看到股票和債券開始動 因為主要是長息的動作 如果連短息都開始動作 大家的感受更加滲發 顧大家供樓、按揭 香港的朋友,可能不太感覺到 按揭,都是用一個月或三個月去計算 現在都很便宜 但如果想想,整體大部份的利率都向上 對大家無論是個人消費、企業的開支 都很大影響 對金價影響尤其大 因為金價以前看好時,利息低 持有黃金的成本低 突然間,利息上升 持有黃金的成本增加 另外,預期對金價有利的消息 銀行不斷在市場上,沒有反應 市場對好消息難感 這不是好現象 所以,金價出現一定的調整 我都被逼減持了一部份 師先生,你減持了黃金的成本 我都申報一下,我都減持了 因為大家看到,實際利率和金銅比 過去有一個規律 每次實際利率開始升的時間 銅比率會走得比較好 金銅比率會比較弱 近期實際利率開始升 剛才師先生說,很多好消息都不能對金有好幫助 因為實際利率是一個比較大的負面作用 金的利好因素,沒有之前那麼明顯 追問一下,長債息升 經濟回穩,疫苗出現 其實在年初預測中,你都猜中了 所以當時推介匯豐 近來傳統經濟股,雖然股市大跌 不能怎樣跌 會否改變,令你將更多管錢的比例 投放在舊經濟 其實我個人都是這樣操作 年初,全年我本身的推斷 去年全都是新經濟,開單邊 今年應該多些舊經濟 但去到二月中的時間 所謂新經濟,或高估值的股份 其實都是比較強勢 所以調配的速度,當然是比較慢 但現在的勢頭,除了大部分高估值的股票跌 另外出現市場的情況 就是新舊的Votations 大家就沽了科技股,買回傳統股 我覺得這段時間,都是一個比較明知的策略 你看到美國,很明顯 香港的恆生指數,比香港的恆生科技指數強很多 所以這段時間,其實就間接反映了這件事 我們談到美國,或香港的股市 或者談到中國的政策 接下來的週末,兩會會舉行 施生,你認為內地方向,或策略上 或政策上,會不會有大改變呢? 之前都說,大陸不想大水盲灌的方式 范范都支持 他都想精準一點,對於有需要的企業 才會給予一定的支持 例如,對房地產 其實我們去年就很好 疫情未恢復,房地產已經開步行 但行得太快,今年政府其實是收緊了很多政策 變成,對二手市場的影響,都很大 借錢借不到 銷售上,政府也有很多限制 高價那些盤,就不讓你周圍去推廣 對市場都會有影響 但是,看來中國政府,沒有像歐美、日本、放水 放得這麼狠 即是,還開始提議,外面的方式 去挽救經濟,其實是與實體經濟脫節 長遠會產生泡沫,甚至會帶來經濟上的衝擊 即是對反中國提示 是,變成它不會完全走向西方的路 我相信,它會收緊一點 寧願慢一點,收緊一點 蕭生涯都會收緊一點 其實近來,投資市場真的有一點擔心 會不會中國由排鋒去收水 浩德,你怎樣看,會不會正正A股反映 A股,一向是資金比較敏感 所以,我剛才提及過 在農曆年回來之後 國內對於流動性的擔心,非常之高 所以,股市表現比較弱 剛才施生有提及過,銀保監主席提及的時間 他提及了一點,今年國內都是加息年 他有提及過這樣的指援 亦令市場更加緊張 因為,大家看到美國那邊的長式升隱的時間 股票就倒進去 中國大陸都是這樣 其實大家都有些擔心 這段時間,市場的氣氛就差 國內的流動性是否收得很緊 我覺得市場永遠是比較放大一點 但我相信未至於,實際上很多企業的流動性轉差 可能資本市場的流動性 大家擔心,這個因素比較大一些 最後問兩位,很多觀眾近來都有問 股市跌得比較明顯 這一刻,是應該買貨,還是要再等一會? 當然,這段時間的形勢比較差 無論市場有很多參與者 今年很多資金賺的錢都回途了 始終,大家會變得審慎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段時間,我自己都不會太過進取 我相信市場上,現在大部份都是在看 尤其是美國那邊 會否有些具體的東西,會出來舒緩一下長式的壓力 我覺得可以幻想一下 例如主觀遠望 過去幾個月,市場曾經流傳過 美國會否出現一個所謂的 債息曲線,會有一個控制 參考日本的做法 日本為了令市場的長式不動 其實就有少少鎖定了長式的上限 令到不會影響大家的投資情緒 這件事,其實美國去年說不需要住 但現在到實際,10年息30年息這麼高 如果不出手的話 其實不單止資本市場開始有太大反應 可能不同的企業層面都有很大的不能影響 如果肯出手的話 我想就會有一個比較大的突破位 雖然可能有新的政策出現 但仍然未知之數 市場波動,大家都要量力而為 小心投資 最後再提提大家 第一百集的股壇事件 歡迎大家在留言,給我們多點意見 讓我們未來的節目做得更加好 我們下集再見